上集认识过齿圆性护抖以及骨性护抖后 今天洪医师就来打开护抖便美日记 跟大家进一步聊聊护抖的治疗方向 带大家一起迈向便美之路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品翠牙医齿二矫正专科洪医俊医师 骨性护抖治疗就需要手术的介入 也就是大家所谓的正二手术 手术治疗是为了要改正骨头的前后落差 也就是把不正的骨头抢回来的概念哦 所以当骨头的落差越大 如果为了要强制改正护抖牙齿错疗的问题 下排的牙齿就会过于内寝 上排的牙齿就会过于外翻 当内寝跟外翻的程度越大 牙齿就有可能会发生 牙根吸收 牙齦萎缩 骨头萎缩的风险 因此是否单纯用矫正就可以改正 以及是否需要拔牙 主要跟上下二牙齿前后的落差范围 以及牙齿是否凌乱相关 需要经过医师正确的诊断 以及治疗评估哦 上集我们聊到股性护抖的成因 其中上二股发育不足 在股性护抖的族群 占有一定的比例 因此医师在小朋友发育阶段 会针对上二股发育不足的族群 做骨矫正治疗 治疗方式包含了面罩 反性骸帽 以及使用骨钉骨板的方式固定在上二 将上二股往前拉引等等的治疗 这些治疗会需要病患高度的配合性 并且无法百分之百预期是否会改正 以生长完毕的成年人若是较轻微的股性护抖问题 可能透过牙齿矫正来改善牙齿错咬的问题 相反的较为严重的股性真护抖的问题 就需要透过手术加上牙齿矫正来改正 当骨头问题偏差大到一定的程度时 光靠牙齿移动是无法达到正常咬合 甚至有可能危害到牙齿的健康哦 接下来我们来看骨性护抖的案例 这位病患从侧脸来看 就可以看得出有月亮脸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看口内侧面的照片 可以看到下面的骨头跟牙齿都长在比较前方的位置 那也因为下面的牙齿被带往前方的位置 它上面牙齿最后一颗 因为下面牙齿是致死的关系 它咬不到 所以上面的牙齿就往下生长了 这就会造成牙齿咬合有歪斜的问题会发生 通常这类的案例呢 在正面的照片可以看到 它上面的牙齿会比较凌乱 那下排牙齿会凸在上排的牙齿的前方 下面的骨头呢 也可以看到正面的宽度 会比上面的骨头宽度来的宽 这就是很明显的骨性护抖的问题 最后这个病患呢 矫正的方式就是透过拔牙 改善它上颚凌乱的问题 所以上面拔了两个小臼尺 拔了小臼尺之后 把凌乱的问题改善 最后骨头的问题呢 就需要透过上下颚骨头的正颚手术 把上颚往前下颚往后 对待好的位置之后 牙齿再做一个最后的调整 最后它的牙齿咬合 就可以达到像右边 我们看到的照片的状况 所以在手术以及矫正之后 病人的外观轮廓都会明显的改善哦 上集有说到甲性护抖来源跟牙齿功能性干扰有关 但通常搭配良好的矫正计划 移除干扰是可以达到良好的咬合哦 不过甲性护抖通常也会伴随轻微的骨性关系 虽然牙齿矫正无法改变骨头的问题 但是可以透过矫正来改变牙齿排列整齐哦 前牙牙齿在改错咬的过程当中 有时会因为牙齿咬合而卡住 此时就会需要将牙齿后牙垫开 前牙才有机会可以顺利的改正 垫开的过程 吃饭就会变得比较不方便 或是我们可以选择使用隐形矫正 本身的材料厚度就可以垫开咬合 就不会这么辛苦了哦 接下来这个就是甲性护抖的案例 你可以看到它正面笑的时候 它下面的牙齿露得比上牌的牙齿多 那甲性护抖的案例呢 我们必须搭配上它口内的照片来做诊断 口内呢我们会需要看 它牙齿在咬合的时候是否会产生干扰 所以在临床的时候呢 我们会使用手辅助病人 将下巴的位置咬在关节队的位置往后推 看它的下面的牙齿跟上面的牙齿 有没有产生干扰 如果有那就代表它有咬合干扰的问题 因为这样子的问题呢 透过前面牙齿改正的时候 它的下排牙齿理论上就可以咬在好的位置 那这位案例因为它的凌乱程度并没有非常多 所以我们选择不拔牙的方式 那不拔牙的方式 我们要透过改善它前面牙齿咬合的位置 我们就需要骨钉 骨钉呢我们放在下面的位置 让下排的牙齿可以往后退 退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 它的骨头的位置就可以回归到正常的位置 这时候我们再做最后的牙齿调整 它的咬合就可以达到像右方一样完美的位置 那这时候呢 在术前的时候 它的笑容会是稍微有点尴尬的 原因可能来自于它的骨头的位置比较前方 所以迁就了它的肌肉的位置 也有可能是因为它觉得笑起来不好看 所以它不笑 所以在术后呢 我们要矫正它这个肌肉记忆性的问题 我会请病患对着静止练习笑容 让它的笑容的两边嘴角往上提 同时它可以看到它自己比较好看的位置在哪边 所以最后外观笑容的改正是与矫正有关 当然也与病人笑容练习有关哦 护斗的治疗是需要从小去观察的哦 护斗的治疗对于每个年纪 每个人的状况 建议开始治疗的时间都不一样 因此您可能会听到要等到生长发育完全之后再治疗 也可能会听到要尽快治疗 同时又可以分为局部治疗以及全口治疗 因此治疗的方式跟时间都会因为病人的状况而大大的不同 所以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在7岁的时候先给矫正医师做第一次的评估 还能避免错过应该要及早治疗的时机哦 我是红义俊医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